你突襲我的辦公室 我的助理那時候都還在吃便當 他們不得不在他們失敗的時間 突然站起來跟市長陪笑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今天你居然跟我說這種謊話 今天你今天你居然跟我說這種謊話 這個我們錯了 市長我先問一個問題喔 如果今天現在是11點35分 那如果我一個人呢 跑到市長辦公室要求要見市長 請問一下我現在見得到嗎 我不一定在辦公室 對因為現在你在這裡嘛對不對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在游淑會議員的質詢過程當中 你說你昨天中午 有跟這個市議員約時間要見面 然後呢市議員避而不見 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市長副市長 或者是任何一個局處的首長 局長處長 府會承辦聯絡人員 有任何一個人曾經發過公文 或者是一個LINE的私人聯絡的記錄 或者是打一通電話 到我的辦公室 跟我或者是跟我的辦公室助理 我的辦公室主任聯絡說 昨天中午的12點 市長要來跟我見面 有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我們 我們上個禮拜 因為昨天是要來新黨黨團拜會 然後我們也給市長建議說 有一些議員還沒有拜會 因為我們 有沒有約 就講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跟我約 我有先跟苗博雅議員先說 市長那天回來 苗議員 我有說請他來轉達 有 苗博雅就跟我說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我們只有一句話叫做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你甚至於沒有跟我的辦公室 直接約一個時間 而且你是昨天才跟我講這件事情 還是用聽說這個態度 老實講 今天作為一個議員 或者作為一個市長 我們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行程 這很合理吧 所以就是說 我是否可以講 你們根本沒有像這樣的一個 正式聯絡紀錄 你們根本沒有跟我約時間 對吧 然後我現在再講一件事情 我再講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去調一個紀錄 昨天 1點50分 在樓下電梯口的一個監視器的畫面 那個時候市長 跟我在電梯門口 剛好交會 我特別趕回來 我還跟市長打招呼 但是市長完全視而不見 市長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講 為什麼1點50分的時候 我趕回來的時候 跟你打招呼說 不跟我講 我沒看到你 那我沒辦法 我可以直接掉畫面出來的 不是 我今天不管是什麼原因 市長也許真的是對我視而不見 也許是剛好 也許是想忽視我 但不論如何 我想跟市長講一件事情 在昨天12點鐘 你沒有事先跟我約好情況之下 帶著你的大隊人馬 還帶著攝影師 還帶著媒體記者 跑到我們辦公室來 還要找我們 企圖想要製造一個假象 就叫做 閉緣待呼職守 不願意跟市長見面 那是12點鐘 你突襲我的辦公室 我的助理那時候 都還在吃便當 他們不得不 在他們失敗的時間 突然站起來 跟市長陪笑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今天你居然 跟我說這麼謊話 好 這個我們錯了 好 謝謝 所以我今天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敬老儲職金 跟重陽敬老金 是一樣的東西嗎 我跟你講喔 今年是事實的真相 因為我們當時那個 480塊 我知道這個都不用解釋了 我們那時候討論過了 我就問這兩個應該是 不一樣的東西 對吧 我沒有把它當作是 重陽敬老金 沒錯 因為兩年前 我們跟另外大概十幾二十個議員 一起跟市長柯文哲 站在同一陣線 反對發放重陽敬老金 對吧 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那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 經過兩年之後 市長是否仍然反對發放重陽敬老金 我跟你講喔 我明年也沒有編預算 好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昨天仍然提出讚歌 我本來沒有要讚歌的 因為市長曾經跟我解釋過 今天的敬老儲職金 他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是為了補償防疫期間 大家沒有用的損失 這個我認同 彌補數位落差 我也可以接受 為了數位轉型 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東西好 錢的來源是有問題 我認為不應該社會局買單 應該又要付的公司 應該要付 但是也是好 這我都接受了 我都願意讓他通過 可是昨天我看到委員會 會有個附帶決議 上面寫著說 希望台北市政府 明年繼續發這 一千五百塊錢的 敬老儲職金 市長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 你也反對這個政策 我可以講 我明年的預算裡面 根本沒有這一項 好 我為什麼會必須要特別提出來 就是希望市長 仍然是那個兩年前的市長 因為 你因為這 一千五百塊錢的 敬老儲職金 開了一個洞 讓同黨議員有機會 讓中央敬老儲職負閉 謝謝 剛剛敬老儲職金呢 市長的回答是 明年沒有編任何的預算 但是這句話 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點抽象跟模糊 因為實質上來講 今年的敬老儲職金 也就是我們這個 一千五百塊錢 這件事情 也並沒有預先 在去年就編列一個預算 說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 反正市府呢 不管是雲資啊 挪用啊 各種預算的方式 有很多合法 合理的方式可以去做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 還是兩年前的那位市長 你仍然認同 重陽敬老儲職 這種濫發現金的做法 是不對的 對 好 那市長 我覺得我這邊 就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我就希望市長 可以繼續堅持這個立場 我也希望未來 不管是有任何的 這種發放現金 或者是儲職金 或其他的措施 都有合理的理由 並且也有合理的單位來發放 如果今天未來敬老儲職金 這個一千五百塊錢 或者是五百塊錢 或者是四百八十塊錢 不論是多少錢 他的目的 只要跟社會福利 沒有直接的相關 甚至於可能是為了推動市府 其他業務 舉個例子來講 像是悠遊婦 他的數位支付的 使用習慣的話 我認為還是必須要由 合適的單位 舉例來講 像悠遊婦公司 我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找尋 合適的合作廠商 來提供優惠 讓大家願意 使用敬老卡 這件事情 如果把全部的責任 就放在 平常業務 就已經相當繁重的 社會局身上的話 我覺得也不盡合理 悠遊婦公司呢 我相信他對於商業上的 這些事情 相信更有經驗 也可以做得更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 好 謝謝 我不會說台北市做得比較差 但是很顯然的 這個網路預約的做法呢 也沒有比較高明 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接下來 對不起 市長 請這邊想要回應嗎 網路預約 對政府端比較省成本 了解 但是問題是呢 除了省成本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達到效率 台北市有98%的施打率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驕傲的一個成績 可是根據我的了解呢 其實85歲以上老人 在台北市應該是 58769人 那目前 施打的比例 其實你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98% 他講的事情是 有上網預約 然後有真的到現場去施打 但是事實上呢 台北市真的有 施打的長者 85歲長者 大概只有56%而已 那根據其實目前 其他縣市 他們目前就是 按照照冊啊 然後通知來 然後呢 這個預約註冊的 這個情況的做法 台北市跟其他縣市 不太一樣 但其他縣市目前 施打的比例大概也是 六成到七成之間 我不會說 台北市做的比較差 但是很顯然的 這個網路預約的做法呢 也沒有比較高明 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接下來 對不起 市長 你這邊想要回應嗎 網路預約 對政府 當然比較省成本 了解 但是問題是呢 我覺得除了省成本之外 我們也希望可以達到效率 因為接下來市長 其實有提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北農要全面施打 還有你剛剛提到說 就希望這個台北市的 遊民呢也要全面施打 這兩個做法呢 我覺得其實我先不討論 防疫政策上 是否是好的做法 我先假定它是好的 好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可以知道 今天所謂的這些遊民呢 他的所謂的資訊落差 或者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記憶度 顯然是比所謂的長者還要更少的 依照國發會的統計 國發會呢 目前針對台北市85歲的老人 可以有網路數位代理人的情況 大概只有兩成而已 那我想今天這些遊民可能就更少啊 那更不要提說今天北農 北農還有消防員的案例 消防員之前也是一邊工作 一邊全面施打 結果造成很多消防員呢 在工作當中 他們可能有一些後遺症 可能產生暈眩啊發燒啊 但還是必須硬扛著這個 傷病的身體 然後呢繼續上班的一個情形 所以顯然不是一個簡單說 我要全面施打 如果沒有任何很好的一個計畫 就可以執行的情況 那個跟議員講 皆有因為那個社會群 每一個都有類冊 所以到時候會有那個輔導員 帶他們去 所以一個都跑不掉了 這個是有專人輔導 了解 所以我希望市府呢 在未來如果真的在執行 這些政策的時候呢 可以讓我們看到 其實做好足夠的準備 這是我們目前以上看到 那另外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目前呢 今天我們這個會議 是依照市府要求 所開的一個臨時會議 主要是針對於追加減預算 但我看一下追加減預算的內容 大概跟5月12號 送到台北市議會來的內容 幾乎是沒有任何兩樣的 也就是這個東西呢 兩個月前其實在台北市政府 內部早就通過的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特別再把它拿出來討論 但是現在疫情爆發 5月15號到現在 已經一個多月了 老實講現在很多的這個產業 都受到很多的打擊 需要紓困 需要幫忙 我們也很希望說 在今天的這個追加減預算會議 我本來是希望可以看到 針對這部分的討論 像譬如說 台北市政府有一個防疫專戶 目前募了4億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市政府 針對防疫的這個預算 需要的錢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我才會跟民間募款 但是4億呢 目前我們到底怎麼用 我們只有很抽象 很籠統的敘述說 我們可能會這樣用 我提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之前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目前警消醫護 他們有些人 因為擔心影響到家人 所以呢會跑去外面 住在旅宿 當時我們有提到這個問題 可是呢我們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些警消醫護做到旅戶的時候呢 目前只有台北市立聯醫 它是可以完全免費 但是其他的呢 必須致付1600塊錢 那這個這個政策 當時我們在一個禮拜前 我們就已經跟 官傳局很密切的討論 當時的確有得到市府的同意說 好 那我們接下來針對這個政策 我們把它放寬 可以擴及到更多的這個醫護人員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很好的 但是那時候跟我說 行政程序 預算來源 已經通過了 我們會開始了 我們什麼時候會開始 市長市的會議已經通過 我知道 但是那個時候說確實實施 卻要到7月的時候才會實施 原因是因為內部行政程序 我們常常會說 有些人會質疑說 柯文哲市府這邊在面對疫情 很多動作手段都太慢 其他地方我不講 但這件事情我是真的有一點懷疑 我希望可以在這部分 可以快一點點 因為1600塊錢 一天一天這樣付下去 對很多醫護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謝謝 這個三層最弱勢 最需要幫忙的年輕人 其實大部分都租不起 我們現在所謂的社會住宅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之間要調漲 這個公宅的一個租金 我想問一下這個柯市長 你認為社會住宅或者是公共住宅 它所應該要服務的族群是哪一些人 因為還是這個是混聚 所以不敢完全去變得很弱勢 請問一下你知道 2018年的政策白皮書其實有提過 就是說 你們認為社會住宅呢 是應該要以低於市場的行情 提供給年輕人 並且這個社經地位相較之下 比較弱勢的族群 那我想這邊再跟這個柯市長講一個數字 就是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 所提供的一個資料顯示 目前全台灣20到29歲左右的年輕人 那目前有30%的人平均薪資 是低於3萬塊錢 就是一個月的月薪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三成月薪低於3萬塊的年輕人 是不是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跟公共住宅應該要服務的對象 對我們現在是收入50%的一下就可以住了 而且我們現在公宅跟住金補充是透過的 就兩個都可以用 我們現在公宅還是85% 但是住在裡面還是可以升級 就是 那請問一下這個族群 假設一個年輕人 他的薪資3萬塊 或者是不到3萬塊 他所能夠承擔的最高的租屋成本是多少 他的標準是收入的30% 所以表示3萬塊錢的年輕人 他一個月所能夠承擔的房屋成本 是9千塊錢左右 9千塊 那你知道目前台北市政府呢 其實包含已經開工完工 還有已經多元取得的這個社會住宅總數 那大概是8397戶 那這8397戶裡面 你知道9千塊錢以下的這個社會住宅總共有幾戶嗎 總數是1525戶 數量比例相當的低 所以就表示說這個三成最弱勢 最需要幫忙的年輕人 其實大部分都租起了現在所謂的社會住宅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突然之間要調漲這個公宅的一個租金 那個報議員 這個並不是說這個時候調 我是說我們的公宅的那個租金價格 都是參考 就是因為 參考什麼 三家 然後參考 你參考什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的租金 是由市場行情所決定的嗎 對我們是用平均以下的 就平均以下的 我想問一下 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它是一個營利事業單位 還是未來打算要股票上市 我相信都沒有嘛 對不對 這應該是一個社會福利事業 不是嗎 所以決定它的售價 應該是取決於我們要服務哪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不是能夠負擔得起 而不是決定於這個市場行情這個價格 台北市政府可以再多加考慮 然後呢去做最符合台北市市民 尤其是年輕人 然後呢並且是這個社會 社經地位相較弱勢的族群 所需要的一個社會主代 好 謝謝 韓市長 對著一個市民說 來韓市長這邊 他們的表現中間 會這麼粗俗下流不堪 這個已經不是藝術了 他就特別的把我之前 在半年前 大港開唱的時候影片把它抓出來 原因是因為這 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大港開唱停辦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 那我想有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想要透過我的 在半年前的這個表演 來證明這個大港開唱 是一個非常低俗的這個文化表演 如果你認為大港開唱 是一個不入流的音樂季 或者是文化展演活動 我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打爆票 你一定是一個不聽團 也從來不參加任何音樂季的人 所以老實說 跟你們討論 到底大港開唱 音樂季到底有什麼樣的藝術 或者是文化價值 我覺得根本是浪費時間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有在聽團 有在去音樂季的人 你一定明白 大港 他在台灣的這個音樂歷史上 佔有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 而你對大港開唱 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你覺得他有一些音樂上的一些缺失 這非常的合理 但你絕對不會懷疑 他在台灣音樂歷史上的一個價值